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节快乐 吉祥如意 刚刚过去的2018年 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砥砺奋进 40年春华秋时 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回首40年参山巨变 我们无法忘怀海外侨胞和归桥桥卷的历史功勋 40年来 是海外侨胞率先回祖国投资新业 为中国带来急需的资金 技术 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发挥了重要的释放引领作用 40年来 一批又一批侨胞高层次人才 回国创新创业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40年来 海外侨胞慷慨简朗 爱心汇集中国各领域慈善公益事业 表现出血浓与水的同胞赤诚 40年来 海外侨胞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 不以余力抵制各种分裂势力 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尊业 40年来 海外侨胞积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推动文化交流互建 搭建起中外友好的重要桥梁 实践充分证明 几千万海外侨胞和归桥桥卷 是中国改革开放 伟大事业的开拓者 参与者和贡献者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资源 中国党和政府始终高度关心 广大海外侨胞和桂桥桥卷 2018年 习近平主席亲切视察 华侨胞高等学府 济南大学 祝托我们 要把华侨华人学生 港澳台学生培养好 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48位侨界代表 应邀出席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进一步激发起海外侨胞 投身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的信心和热情 中国党和国家机构 完成了系统性 整体性和重构性改革 国务院侨拜整体并录中央统战部 中央统战部将全面履行 统一领导海外统战工作 统一管理乔务工作的重要职责 必将凝聚起 开创新时代乔务工作新局面的强大力量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华侨权益保护情况 宣示了中国政府依华富侨的坚定决心 四海同村 惊艳四海 华文教育传颂无洲 近三万名华裔青少年 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中华文脉深深不息 代代传扬 这一切充分表明 强大的祖籍国 远远是海外侨胞最坚实的后盾 华夏故土 远远是海外侨胞最温暖的港湾 2019年 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是值得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纪念的重要时刻 我们将邀请海外侨胞和 归桥桥卷代表人士 在国内参观考察 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亲身感受 担待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共当民族复兴历史责任 共享祖国富强伟大荣光 2019年是完成机构改革后 乔工作在新的起点上 再出发的开局之年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胆的 十九大精神 牢牢把握大团结 大联合的主题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为桥服务 临心俱立 更加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加强制度建设和机制串 加强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 更好发挥群众团体和相关地方部门的作用 求真务实 敢于担当 团结协作 以拥抱新时代 共援中国梦为主题 开好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支持侨胞 发挥自身优势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创新发展 创新文化中国 四海同村等品牌活动 推动华文教育转型升级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在更高层面 在更高层面 更深层次 更广领域 深化各项为侨服务工作 努力实现好 努力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海外侨胞和归侨卷的根本利益 努力推动新时代 侨工作实现新发展 侨胞们 朋友们 分歧云天 潮涌东方 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 澎湃激淡 正向着胜利的彼岸 崩涌前行 让我们携起手来 同心同德 不懈奋进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 迎接2019年新春 迎接新中国70周年华诞 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最后 逐海外侨胞和归侨卷 在新的一年 事业兴旺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